虚舍与诗如暗如迷 此处讲到的虚舍就涉及我们内心的贪嗔等分别念 由于我们有着卧知 所以就会延伸出贪嗔的念头 它可以分为粗大的层面以及细致的层面 粗大而言就是贪分别跟嗔分别念 细致的层面则是期待以及优惧两种情况 心里面的期待心实际上它就是贪 而恐惧或者是优惧心 担忧它就是称 了解这一点的话就应该要晓得如何 就会晓得如何去态务神 晓得自己应该要好好的怎么做 比方说希求心本身也是 想要能见某个东西 它本身为什么是贪呢 例如我想要喝茶 我想要喝一杯好茶这种想法 我认为我职责应该要喝到一杯好茶 所以当人家专上来的茶 第一杯也不是一个好喝的 第二杯也不是好喝的 我就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我应该要有一个好茶 可是这种想法实际上正体现出 自己的贪心在作祟的 认为自己非常重要 我应该要有一杯好茶 怎么他没有这样子对我呢 其实这样子想的时候 就是因为认为自己极端的重要 所以才会有这种想法的 那么了解这一点以后就会晓得 我们记忆什么时候是处于贪心 什么时候是处于称慧的状态 如此一来就能够从见到过失 了解过失而加以改善 如果不这样想的话总是认为 我应该要得到什么样子的待遇 但是人家却没有这样子对我 那他对我这样不好 那样子不好 一次不好 两次不好 在这样的抱怨当中 不断的强化 我很重要 我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种想法当中 其实就把自己的我时越来越提升了 结合着烦恼 让自己的我时越发的强化 在所有的鬼魔或者是障碍当中 最为严重的就是这样子 只有煩惱而强化了我时的情况 难道给你 难道给你 对象要讲的 没人的已经不就够了 他不去了我过吗 怎么过呢 没人没人想过 一直很有动物 接下来 对象 一直有缺乱 我这回头 除了 一批 但是 我甚至 说 您 别人 让我 这 知道 有 啊 我 帶了手提的花兩千個 把手提咳 可吃是些齾西南 留宅爹 我們尊重 一個叫他 叫他 他 細心 帮着吧 配不索的 扭着吧 这就没出事了 这就没出事了 这就在习惯给这里 王冬天的 马蒙巴桑 这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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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不信了 这就不信了 他们那我这些 咱们没有抓住 没有抓住 他们那我这些 没有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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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 这就不信了 这就不信了 这就说 中国人 这就差不信了 那個人說話說話話東西 那你可以說話話 然後到這裡 我心裡心裡 那一個人說話話 那些人說話話話 那個人就不在心裡 那些人理解 會讓我去看 我會去看 那我會去看 從這裡 我會說 你會去看 我會去看 我會去看 我會說 可是我还是想我没關死 我要知不住 她当天抱我 她аф云静 我就把我長無聊了 全部都闲재 我到台階上 带无实现 后世在 求内了 伍昭歌筒 彼此一声 彼此一声 中文学 daddy 德行 中国太太更 让他使用 令她 相信 人生 无论 有 有 使用 从 他们 在 外 有 这就已经不想为了 这就一直AND prizes 一直在咱们 还给了 那没想过 这没想到 成长得比较 我没有想到 那还要 也在骑士兵 现在的 还要零 自己练习 好的 中文字幕导致 一般它是您的胖子 家庭有一些人 那麼是在我身上都用的 那就是在皮膚上 我以前就已經開始了 在腸上 船頭又會想到 我都說把東西的東西 大家就說了 我們都要詐騙了 還是要詐欺談 中國體會很 chips 發生了自己的過程 可是,它是最高的역 I使 claim 所得向前出,也不是夸任edi为何人在教你的 看不一 context,用人� np.哈哈, próxima这个 这里什么 正体 het 但以作为何无聊,优优独家焦灵,因为他有很多 Circuit Pegg Não 即使人买意识反饪得来,他工作人身水滴 当然让我有很多区域退联络所交 unsere atenção 那是啥啥啥 我 天啊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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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人家 我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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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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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们 这 都 我们 这 这次 提到 局舍处 就是 应当做正确的取舍 那 这 指的是什么呢 我们 今天不管是信仰 宗教 与否 人们总是非常重视自己的身体 非常爱惜自己的身体 既然重视爱惜自己的身体的话 那就应该要讲究身体的健康 所以 我们 举一个例子来说 什么叫做 知道取舍呢 当 我们 要 谈到健康这个议题的时候 抽烟 就可以作为我们的例子 实际上 那些 在抽烟的人 他是 非常 惬意 自在地抽烟吗 其实 并不是的 他们 是在 一种 不自主的情况下 去抽烟的 也就是 被烦恼所左右 无法正确取舍的情况下 去抽烟的 如果 他真的具足智慧的话 他 就会晓得 不应当地抽烟 他不会选择抽烟的 这个就是 我们要去透过智慧 来体察 贪跟撑的过失 如果 晓得 贪跟撑的过失的话 就会 一个具足智慧者 就会晓得 应该要断除所断 应该要 承办所修 就是 应该要做的事情是所取 然后 应当要去断除的是所舍 在取舍处上 只要是一个具足智慧的人 他就不会弄错的 这是从世俗的传统 人论 人世的传统来做解释的 我们应该要具足这样的辨析 何者为善 何者为恶 或者说 何者有利 何者有害的智慧 在此仅是举抽烟为例 因为抽烟不仅会伤害自己的健康 也会造成他人的损害 会对他人的健康也会造成影响 所以 在不知取舍的情况之下 选择抽烟 那就像是 不懂得善恶取舍 不懂得明辨是非的旁生一样 会有这样的缺乏 是属于缺乏智慧的表现的 应该要晓得这样的缺乏智慧的过失 它是一种愚痴的表现的 那么愚痴的表现在将来 中阴乃至于未来投生的时候 对自己都是极其不利的 同样的 其他烦恼也是一样的 比方说我们带着嫉妒心而离世的话 将来有可能转身成为恶鬼 这个都是烦恼对自己造成伤害的切实的例证 那么 我们虽然有时候说 对三宝有信心 对佛法有信心 在信仰三宝信仰佛法 可是 我们有时候在取舍的时候 总是没有办法做到非常的好 比方说 理论上觉得 我一方面要从事世间的俗悟 一方面要信仰佛法 对 信仰佛法是很好 佛法是非常殊胜的 可是呢 只要是真正 要我真心的去修行佛法 要我念经 要我行善 就开始昏昏欲睡了 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下面就讲到了 如法行时出现昏沉睡 非法行时更新明又明 也就是说 今天如果打开金本 要共修的时候呢 就开始要进入梦乡 可是如果说今天和尚金本 这个修法结束以后 就好像恍然大悟 大梦初醒 要发生什么事 发生什么事了 这个就是真正要离开佛法的时候 他的心思又非常的清楚 如果我们是这个样子的话 代表什么呢 代表我们对于今生的营求 实在是太过强烈了 我们太过于单着今生了 我们对于今生的事情太在意的缘故 所以即使修持佛法有非常广大的毅力 非常广大的益处 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够精进的投入修行当中 所以此处讲到了 如法行时出现昏沉睡 非法行时更新明又明 这原因何在呢 原因就在于我们不能够察觉自己心中的贪嗔 不能察觉自己心中的分别念的状态 贪嗔的状态不管是粗的或者是细的 我们都缺乏觉察 刚刚提到了 它的粗大的层面就是贪心跟撑心 它的细致的层面就是 就是期待心跟排斥或者恐惧心 那我们没有办法察觉的情况之下 就无法正确的去做取舍 我们就会被烦恼所赚 所以下面十四页讲到了 上师之也 悲心束故事烦恼 敌魔消灭其加持 我们因为过分的单着今生 过分的营求此事的一切安乐 所以我们会被烦恼所赚 我们被烦恼的怨敌给摧毁了 或者被他给糟蹋掉了 我们被他给摆布了 就像刚才前面所说的 一个缺乏功德的或者是缺乏学问 缺乏智慧的人 他会在取舍上失误 他会不能够观察到自己的烦恼 不能观察到自己正受到贪心所左右 这是以烟来做例子 那同样的一个人他如果能够具足智慧的话 他就会选择正确的取舍之处 那他不管在哪一个职位上都能够做到 他都能够尽到他的本分 不管他今天做的是国家的公务员 或者他做的是私人机关的工作 他都能够尽到自己本分 在岗位上做得很好的 那今天如果说不能够善加取舍 缺乏了取舍的智慧 缺乏了了解烦恼过失的智慧的话 那么就会被烦恼的怨敌 这个烦恼的大敌会影响我们 而且这样的影响不仅是今生而来是 许多辈子都会被烦恼所摧毁的 所以他说希望我们不要被 愿我们不要被烦恼给摧毁 不要受烦恼所摆布 如果是一个真正懂得佛法的人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上 到底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造成世界上最大麻烦的是什么 仔细懂得佛法的人 仔细去推敲的话 就会发现 哦 称心是非常关键的问题 烦恼是非常关键的问题 可是如果问题是在称心的话 是不是别人的问题呢 是不是他有称心 别人这个人有称心 那个人有称心呢 不是的 你要上哪去找称心呢 会发现 哦 原来我自己就有称心啊 称心就在我的心里面 不需要向左右 左顾右盼的去找称心 称心就在我自己心里面 如同前面所说的 初大的烦恼 包括了坦诚 细致的烦恼 包括了稀忧 两种情形 如果了解这一点的话 就会晓得应该从自己内心下手 我需要从一个 我只需要举一个例子 了悟了烦恼的过失 就晓得怎么样做正确取舍 不需要举两个或两个以上更多的烦恼 一一的做剖析 从一个点下去就可以了解这一点 当我们了解烦恼的过失以后 才能够让烦恼的力量逐渐的减少 才能够不受烦恼所左右 这个就需要智慧 当我们有智慧的时候 才能够真正的认清烦恼 晓得原来是因为心里面有烦恼 所以我才会生气 所以我才会有后续的这些行为 了解了以后才有改变的契机 才有可能让烦恼跟称心的力量能够减少 所以在这边提到了 为了要使烦恼不会摧毁我们 反倒能够消灭烦恼 愿能够得受上师的大悲 迅速的关照我们 当悲心与智慧两者结合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真正的了解 正确的取舍处 所以这边所说的 以悲心来眷顾我们 指的就是悲心跟智慧结合 我们就能够清楚的晓得 该如何灭除烦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一片碧蓝天空下 舒爽的春风越过绿油油的大地 如佛陀垂下双手轻浮万物 唤醒无垠的盎然神迹 穿越过层层明目后 来到了静密有温馨的坎顶护身园 位于屏东县淳浦的坎顶偏乡 隶属于海淘法师慈悲之业中华护身协会 在这占地约六分六的净土上 养育着许多的污名 拯救过无数刀口下抢救来的动物 以及遭人虐待遗弃的可怜小生命们 放眼望去整个坎顶护身园区内 动物们的活动空间皆属开放式 一只只小鸭和大白鹅悠闲地漫步在广大的铝池边 有的在池旁梳理雨衣或互相嬉戏 有的在水上自在悠游 可爱的大白兔们自从由室内空间搬到户外后 有效地大幅降低了生病率 更激发起活动力 来到狗儿们的活动区 无论是幼犬或是成犬 一见到人群便奋力摇尾 伴随着此起比落的叫声 此区除了有成犬法 还有不足六个月的幼犬 以及出生不到山中熬熬带步的狗仔们 猪舍里 贪吃的猪肢们大口吃的满嘴都是不亦乐乎 动物们徜徜在舒适安乐的氛围 呈现一片祥和的天伦图 天地有爱人间有情 为了打造动物们安逸的生活环境 并维持园区的宇宙 除了感谢海淘法师慈悲的大爱怀 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 秉持着佛陀的教法 用爱心灌溉这片大家园 而为让子殊胜的慈悲善行生生不息 所有的动物们皆能与此安详婉言 并且永续经营坎顶护舍园 动物们的桃花园 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 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 顾持帐号42138483 42138483 顾名中华护生协会 哦 小华护生协会 走到路上 都尾巴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吃羊的老虎 亡民公园是观赏牡丹花的最佳去处 因此只有在赏花期间才会有大批游客 在亡民公园里北边是动物园 南边是花园 过了赏花期的公园只能靠动物园来招揽游客 但是来这里看动物的人却是少之又少 唉 这个公园真无聊 只有花季时值得来看牡丹花 平日来也只能看无精打采的老虎 对呀 看看这只老虎 一点精神都没有 我看啊 人工饲养的老虎已经没有野性了 即使把羊丢进去 它也不会去吃的 唉 我们公园只有在花季才有比较多的游客 现在仔细想想 还真的没有什么能吸引大家来呀 园长 我看这样吧 不如我们想一些新点子来吸引游客吧 新点子 是啊 刚刚的游客不是说园区里的老虎没有野性吗 不如我们就让老虎表演吃活羊吧 老虎吃活羊 嗯 这个点子不错 我想应该会吸引很多游客前来观赏的 就这样 亡民公园入口处贴上了老虎吃活羊的海报 海报一贴出 立即吸引许多游客前来买票观赏 公园里的那只老虎真的会捕猎吗 还真是令我好奇啊 海报上写 饿了三天的老虎捕食活羊 感觉还真的有点残忍 奇怪了 你觉得残忍还买票干嘛 就想看一下嘛 公园里的老虎从小就被迫与母亲分离 被人类圈养在笼中 为了让他恢复野性 饲养员让他饿了整整三天 此时的老虎显得非常暴躁 老虎现在状况怎么样 你可别搞砸这一次能吸引游客的机会啊 园长 请你放心 他已经饿了三天 现在异常暴怒 只要我把羊放进去 他绝对会马上扑过去将羊咬死 嗯 这样是最好的了 这么凶狠的吼就对了 游客马上就要来了 你赶快去做准备吧 老虎吃活羊的表演 真的比牡丹花更有魅力 动物园老虎去的周围满满是游客 还有人拿着望远镜准备观赏表演 哇 今天的人可真多呀 对呀 大家都是来看老虎吃活羊 这么精彩的表演 不是想看就能看到的 嗯 你看 那只老虎今天格外的凶猛耶 我有听说他被饿了三天 好像是为了激发他的野性 没想到这种血腥残忍的表演 竟然也可以吸引这么多人来看 真没想到老虎吃活羊这个表演 竟然能吸引这么多人来观看 开始表演吧 最刺激的时刻终于到来 一只母羊与两只小羊 从侧门被推入老虎区 各位游客 老虎吃活羊的表演现在开始 哇 哇 还真的是三只活羊 看起来它们应该是母子吧 你看那两只小羊 一直跟在大羊身边 看来它们是母子没错 这三只羊马上就要被老虎吃掉了 真的好残忍啊 买票的时候你就觉得残忍了 那怎么还来看 现在你人都来了 还说什么残忍啊 这三只羊与老虎的距离不远 老虎已经看见它们了 母羊也察觉出危险了 此时母羊转身用头 想撞开刚关上的门 却是徒劳武功 母羊此时知道自己已经无法脱身 只能看着老虎慢慢地向它们走了过来 这时有人惊呼 有人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你们看 羊开始害怕了 看这两只小羊 吓到脚都在发抖了 天啊 老虎就要过去吃它们了 母羊因害怕而不停地站抖着 它的两只前腿发软到跪在地上 不敢直视朝自己走来的老虎 你们看 那只大羊已经被吓到跪在地上了 哈哈 老虎看了母羊一眼 便朝两只小羊走去 看来 它是想先吃掉这两只小羊 这两只走投无路的小羊 见老虎朝自己走来 立刻发出一阵阵咩咩的叫声 这时候 母羊突然站了起来 很快地跑到小羊面前 转身挡住它们 身体也不抖了 四体扎定如注 眼睛瞪着老虎 你们看 这只大羊在保护它的孩子 是啊 母爱的力量真惊人 刚才还吓到战斗站不起来 现在竟然像个战士一样的 站在老虎面前 哎 母羊为了保护孩子 早就把自己的安危置之于度外了 老虎啊 求求你可别吃了它们呀 此时 围在老虎区的游客 渐渐安静了下来 它们紧张地看着饥饿的老虎 一步步走向那只母羊 而母羊毫无畏惧地用身体挡住小羊 此时的老虎 此时的老虎突然愣了一下 这样的情景让它想起了它的母亲 老虎看着这只母羊 看着看着竟然转身离开了 而那只母羊在老虎走开后就瘫软在地 两只小羊急忙来到它面前用头一下一下地拱着母羊 想把妈妈拱起来一起逃走 饲养员 快来把羊放走 对啊 把它们母子放走吧 快放了它们吧 那三只羊很快便被动物园的饲养员从侧门放了出来 之后有一段时间 大家都在讨论这件事 羊妈妈在那种险境下还是不畏惧地保护着小羊 把自己放在前面等着老虎来吃 它一定觉得老虎吃了自己后就饱了 小羊会因此而得救 最令人讶异的是 饥饿中的老虎到最后居然没有吃了母羊 与小羊 它的行为让人们嘖嘖称奇 但却没有人知道 是护子的母羊让老虎想起了曾经爱它 护它的母亲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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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电视与你 一起温暖的地 生命电视 你